哈利利亚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虽然天气不是很好 虽然天气不是很好 但我们能够本着遵守神的诫命来参加聚会 我们可以遵守神的诫命来参加聚会 我们的用心神知道 所以愿神祝福来参加的每一位 所以愿神祝福来参加的每一位 上午跟大家谈分享的是行义的生活 行义的生活也可以说是行道的生活 也是一个好的宗教信仰的生活 圣经规范了很多百姓应该要做的事 那我们如果读圣经的时候 或者常常聚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的道理 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就来看一段圣经 怎么勉励神的百姓做 我们看一段圣经 看看圣经怎么勉励神的百姓去做 我们请看以西结书18章 以西结书18章 以西结书18章 五节到九节 以西结书18章五到九节 五到九节 五节 人若是公义 且行正直 与合理的事 未曾在山上吃过制偶像之物 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 未曾颠污轮舍的妻 未曾在妇人的荆棋内亲近他 未曾窺妇人 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归还他 未曾抢夺人的物件 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 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 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 也未曾向借良的弟兄多耀 缩手不作罪孽 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 九节 进行我的律例 紧守我的典章 安诚实行事 这人是公义的 必定存活 这是主义和话说的 在第五节 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第五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人如果是公义的 人如果是公义的 公义的人要做什么事 公义的人要做什么事呢 行正直与合理的事 就是行正直与合理的事 正直是站在神的面前正直 正直是站在神的面前正直 合理的事要合情合理 合理的事是合情合理 基本要合乎人的道德伦理观念 基本要合乎人的道德伦理观念 然后也要站在神的面前站立 也都在神的面前站立 说起来 从以西结书第一章到二十四章 他主要是要来 针对神的百姓所发的信息 他主要是针对神的百姓所发的信息 谈有关神的审判 领导悲逆的百姓 那在第九章特别有谈到 对百姓跟官长的磨害 也要做一个审判 谈第九章就是 百姓和官长有一个谋害的审判 谋害神的家 谋害神的仆人 谋害神的仆人 这些人都要被审判 这些人都要被审判 那在十八章里面 在十八章里面 谈得非常清楚 讲得很清楚 一个公义的人 他的基本生活原则 他是基本生活原则 行正直和合理的事 你不单要在神面前正直 而且也要合乎神所定的 一切生活动作 比如说在家庭里面来讲 就算父母亲有错 做孩子的不能跟他责骂 做孩子的不能跟他责骂 因为责骂父母的必被杀死 谁去处理这是神来处理 谁去处理呢 由神来处理 但是做父母的 你不能用你的权威 惹耳你的气 你不能用你的权威 你也以来的气 又当用主的道理来带领他们 应该用主的道理来带领他们 所以规范了很多的生活 所以规范了很多生活 这些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些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圣经都写得很清楚 圣经写得很清楚 要合理 要合理 不合理 不合理 你就不是公义的人 你就不是一个公义的人 你假你的一个 虎假虎威 来做你的恶事 你互假虎威做恶事 对人 也要注意 对兄弟姐妹 对家里人 对家里人 对社会大众 对社会大众 一定要行正直 与合理的事 离开这个原则 你就不是公义的人 你就不是一个公义的人 那以下 从六节到九节 以下六到九节 这里就谈了 先知如何教导百姓 做一个公义的人 就讲到先知如何教导百姓去做一个公义的人 公义的人就是要从 行义的生活里面来去表现 我们就来提出六点 我们提出六点 根据六节到九节 根据六到九节 所劝民百姓要过一个行义生活 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劝勉百姓行公义的生活的人来做劝勉 我们请看第六节 第一句话 这里说 一个行义的生活 一个行义的生活 第一个就是未曾在山上吃过寄偶像的物 就是未曾在山上是国际偶像的物 也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 也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 在这里告诉我们 要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过一个行义的生活 就是要在宗教信仰上面 这里讲到没有吃过寄偶像的物 因为当时 这个北国以色列偶像 充斥他们的国家 因为当时偶像是充斥以色列的北国 所以未曾仰望 这个让以色列国毁坏的偶像神 吃也好 敬拜也好 敬拜也好 你在宗教信仰上面是要虔诚的 所以我们今天最麻烦的一件事 其实主耶稣都知道 我们常常患这种毛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把这个地方做记号 我们把这个地方做得多好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我们请看 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 二十四节 六章的二十四节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护者个爱哪个 就是众者个兄哪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耶稣知道人的心里 耶稣也知道人心里的复杂 耶稣也知道人家庭的生活 所以当时在这里 主耶稣就这样说 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 爱这个户那个 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那个马门小字是这样 财力财富的意思 我们稍微有了财富 我们很容易用财富的标准 来衡量一个人的金重 看这个人贫穷 看这个人贫穷 就讨厌他 我就讨厌他 看他不起 不与他来往 耶稣不是这样的 耶稣说 我是来拯救罪人的 耶稣说我来拯救罪人 他亲近罪人 亲近痛苦的人 亲近贫穷的人 路加福音一直在讲说 有很好的福音要对贫穷人说 路加福音说 都是对好的福音道 路加福音强调这个信息 他反而没有说 对有钱人说 对贫穷人有福 因为有福音要对他说 你如果再看路加福音 就有这个信息在里面 重点是你那一颗信 我们今天的迷惑 就在这里 叫我们拜偶像那个不会 我们追求的就是这些财富 我们追求的大概就是这些财富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社会造成这个现实的需要 我不这样不能买房子 我不这样不能享受出国旅游 如果我不这样就不能享受出国旅游 赚赚赚赚赚钱 半年一年就是出去玩 有些人赚钱半年就是出去玩 尤其我很稀奇 面对那个没有结婚的人 尤其是我面对一些没有结婚的人 我说你每个月这样不用花钱应该可以存很多 你每个月不用花钱应该可以存很多 你工作几年十年 你工作十年了 我偷偷为他算一下十年不得了 偷偷算一下十年不得了 我说那应该存款很多 应该可以存很多钱的 至少也是小富婆 至少也是小富婆 没有中富婆大富婆也是小富婆 不是中不是大都应该是小富婆 结果就跟我说 结果就跟我说 但是我每年出国玩一次 我每年出国玩一次 我说出国花多少钱 出国花多少钱 这样这样这样 算一算 十年的存款 十年的存款 大概也存不了多少 大概都存不了多少了 我说那这样你没有什么钱 哦那你没有什么钱而已 不是没关系 但不要紧 我以后嫁人我有铁换丸 我嫁人之后又有铁饭碗了 真的就有这样的年轻人 真的有这样的年轻人 香港也有 台湾也有 美国也有 美国也有 我很稀奇 那个没有结婚的时候 我稍微会私下这样问一下 我很稀奇没有结婚的 稍微这样问一下 但是我们今天 为了要离开贫穷 为了要离开贫穷 我们是不是追过头 已经够用了 但是又追过头 已经够用了 追过头了 变成我们所表现的 变成我们所表现的 很少聚会 很少祝会 很少祷告 很少讨告 很少读经 变成用钱成我们的这个法宝 变成钱是我们的法宝 所以无形中就拜这个财富 拜马们当作神 所以无形中就拜财富 拜马们当作神 真的钱很多家庭就感情很好吗 真的钱多感情的屋子都好吗 就幸福美满吗 不一定的 你看有多少有钱人婚姻出轨 外遇一堆 你看有多少有钱人婚姻出轨 这就证明不是钱很多 就可以守住婚姻 那不是证明钱很多 钱很多可以买很多女人 钱很多可以买很多女人 看自己的太太已经黄黄了 黄年婆了 看自己的太太已经黄年婆了 已经很久了 结婚很久都变形了 结婚很久都变形了 有的就有钱可以买年轻的 所以钱多不一定婚姻就保住 所以不是钱多婚姻就可以保住 我们要想一想到底重点在哪里 其实要建立一个真正宗教信仰 虔诚的生活 圣经也在不断的强调 当时的社会的进步文化经济 没有现在好 但是他们就有这种情形 但是他们已经有这种情形 在宗教上不进行 在宗教上不进行 没有过一个行义的生活 没有过一个行义的生活 现在更是文明进步 而且还会 这个 很多的享受 现在更加是文明的进步 更加多可以享受 那更要留意行义的生活 在宗教的进行 在宗教的进行上面 我礼拜四晚上 我礼拜四晚上 我看那个安排表上面 奇怪怎么空掉了 明明我有牌要去哪里 哪一区做探访 奇怪为什么安排表上空掉了 因为我本来有做探访 我特别的 问了那个打字的 我特别问打字的 这个怎么落掉 我有牌啊 我说为什么漏了 我没有牌 对不起 漏掉了 对不起 漏掉了 那我只好联络一户信徒 只好联络一户信徒 感谢他们很欢迎 感谢他们很欢迎 虽然很紧急 但是我也很愿意去他们的家 虽然很紧急 但我也很愿意去他们的家 虽然很紧急 但我也很愿意去他们的家 感谢主啊 他们 我感受到那个家庭的温暖 感谢主啊 感受到那个家庭的温暖 让我看到家里的长辈跟孩子 一起准备晚餐 我看到家里的长辈跟孩子 一起准备晚餐 哇 准备得好高兴 准备得好高兴 所以很用力吃 吃得很撑 但是吃得还是很有限 我都很用力吃 吃得好饱 但我都很用心吃 并不是在吃的上面 而是我感受到那个家的温暖 像我们出门在外 我们看到有家的温暖 感觉很好 我们看到有家的温暖 感觉就很好 就可以看到他们家的感情不错 就可以看到他们家的感情不错 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很好 爸爸妈妈跟孩子的互动很好 你看得出来有祷告的生活 其实我看这个家也常常聚会 晚上也聚会 晚上也聚会 当时也聚会 所以我很稀奇 在香港这个地方能够做到这样不容易 在香港这个地方可以做到这样不容易 所以我刚好心里想 总有一个晚上去你们家坐一坐 所以我心里没想到 还有一个晚上在你们家坐一坐 真的感谢主啊 叫我感谢主 哇 真的煮得太多 真的煮得太多 但是每一份里面都有那个爱心 但每一份都有那个爱心 我更感谢主的是这个家 神也特别看顾 我看你感谢主 神也特别看顾这个家 尤其看到有一个宗教家庭的信仰生活 尤其看到一个宗教家庭的信仰生活 我一面吃 但是也感动在心里面 我一面吃 但是心里面都很感动 这个属灵的感觉 这个是要去感受 这个属灵的感动 也是心里面的感受 我不是家到丰富 然后再来谈神的恩典 不是的 而不是说家到丰富 才再来谈神的恩典 在你没有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这种宗教信仰的重要 在你没有的时候 都感受到宗教信仰的重要 然后在家庭的人与人之间 交流着那种 在灵里面行义的生活 然后在宗教里面 人与人之间那种行义的生活 吃完了 吃完了 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他们也接受爱说 他们也接受爱说 愿神祝福 神祝福 要出来的时候 要出来的时候 从门口出去开始下雨了 由门口出去就开始下雨了 越下越大 越下越大 当然这个长辈跟我 没有带衣衫 就这样冲到那个丁丁的站牌 当然啦 我和我长辈没有带 就冲到那个电车的站牌了 他说 要不要回去拿衣衫呢 要不要回去拿衣衫呢 不用了 他说不用了 虽然外面下着雨 虽然外面下雨 身体被淋雨了 身体淋雨了 但是心里是好热 但是心灵是火热的 你感受到家庭里面 有那种宗教的信仰 行义生活 因为感受到家庭里面 有宗教信仰的生活 我们如果没有注意 如果我们没有注意 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 少了这种感觉 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 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 少了这种感觉 你拥有的一切 你拥有的一切 变得很计较 很现实 没有一个宗教 敬诚的信仰生活 我一个敬虔的宗教信仰生活 非常可惜 神要的是这样吗 神要的是这样吗 那我们经营的变成这样吗 我们经营的 是不是变成这样吗 所以我们要去想一想 所以这里讲得很好 所以这里讲得很好 耶稣说 耶稣说 你不能侍奉神 就是侍奉祂 又侍奉马门 你不能侍奉神 也要侍奉马门 这个世界就代表 所有财富情欲的地方 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想 每一天要想 我的动作 做法 有没有离了 离了这个敬畏神的这种原则 我的动作 有没有离开神 这个真度的动作呢 如果有 趕快调整 如果没有 感谢主 如果没有 感谢主 不然你用那个 无形的世界 来当作自己偶像 就很麻烦 我们再来看提多书 我们再来看提多书 第二章 第二章 提多书的第二章 提多书第二章 请看十二节十三节 提多书二章十二十三节 提多书二章十二节 教训我们 除去不敬虔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除去今世自首 公义敬虔道日 我们念十二节就好 从十一节看的时候 耶稣救人的恩典 已经显明出来了 耶稣救人的恩典 已经显明出来了 这个是讲过去 他成就死掉救恩 但是对现在来讲 耶稣在圣经里面的话 耶稣在圣经里面的话 所有的就是要建立 我们宗教进程的生活 所以十二节是讲现在 当时也是讲现在 现在我们拿来看 也是讲现在 现在神的话 教训我们要除去不敬虔的心 现在是为了教训我们 除去不敬虔的心 除去世俗的情欲 除去世俗的情欲 在今天的日子里面 要自己保守 要有公义的生活 敬虔度日 所以在宗教信仰生活里面 我们真的要过一个敬虔 行义的生活 我们真的要过一个敬虔和行义的生活 这个是自己跟神的关系 这个是自己跟神的关系 为什么会了解 因为圣经有这样的说法 因为圣经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来看第二点 要怎么样过一个行义的生活呢 再回过来看 以西节书十八章 十八章的中间一句话 十八节的中间一句话 第六节的中间一句话 第六节中间一句话 这里说 未曾淀污淋舍的妻 这个淋舍就包括你住的邻居 包括你上班的同事 学校的同学 或我们的朋友 这些都是我们的邻居 这些都是我们的邻居 未曾淀污淋舍的妻 这个就是提醒我们 在什么样要做行义的生活 在圣节上面 就是在圣结上面 要过一个行义的生活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你圣节不圣节 你圣节不圣节 你自己知道 神也知道 别人或许不知道 别人或许不知道 有一些人 喜欢交朋友 有些人喜欢交朋友 交朋友的限度 已经有某种程度了 而且交朋友的限度 已经有某种程度了 亲嘴 拥抱 亲嘴 拥抱 或者是抚摸 腻了 又再找另外一个心 我验了就找另一个心 这样子很不顺 圣经里面 真的很强调这个 在圣经上面的行义生活 圣经我强调在圣结上面的行义生活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请看猎王记下 看猎王记下 第四章 猎王记下第四章 猎王记下第四章 第九章 四章九章 猎王记下四章九章 妇人对丈夫说 我看出 那常从我们 这女经过的 事圣结的神人 这里 我们看到在 苏联这个地方 我看到这里 在苏联这个地方 当时的先知 叫以利沙 当时的先知 是以利沙 他常常会经过 一个有钱人的家 他常常会经过 一个有钱人的家 那个有钱人的家 去接待神的仆人先知 那个有钱人的家 去接待神的仆人先知 然后在他们的家 楼上 做了一个楼格 让他休息 然后在家的楼上 做了一个楼格 让他休息 吃饭 吃饭 更有体力 再继续做神的工作 让他有体力 可以做过神的工作 第九节 这句话 我们要注意看 第九节 这个我们要注意看 夫人对丈夫说 夫人同丈夫说 我看出那 常从我们这里 经过的先知 我看出 这个常从我们 经过的先知 是圣洁的神的仆人 是圣洁的神的仆人 这句话 如果是那个丈夫 讲出 没有什么 特别感动的地方 如果这个丈夫 讲的 没有什么特别感动 但是这句话 是那位太太讲的 但这句话 是我太太讲的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以利沙先知 她得到神 加倍的灵 感动的恩使 以利沙得到神 加倍灵的感动 如果我们从她工作来看 如果从她工作来看 神知 比她的老师 以利沙先知 多过一倍 她行神 就是比她老师 以利沙多一倍 我们看到 这两个先知 都是神合乎 同工所用的人 这两个先知 都是神同工 合乎神用的仆人 那那个太太说 这个先知 是圣洁的神人 这个太太说 这个先知 是圣洁的仆人 我们通常看到 比较美丽的人 或英俊的人 眼睛稍后 会多看几下 或几秒 我们看到 好看的人 有时候会多看几眼 那你在看的时候 感觉 对方也会感觉 我们看的时候 对方都感觉到 这个骗不了 尤其是异性之间 这个异性之间 更加是握不到 同性跟同性之间 要感动还不容易 太感动就变成同性恋了 太感动就同性恋了 所以要感动不容易 通常是异性之间 通常是异性之间 你要注意人 也很简单 你要注意人 也很简单 办活动 办活动 就可以看到人的讲法 眼神 动作 就知道 谁对谁 有一点意思 就看到人的讲法 眼神 看谁懂谁有点意思 有时候坐下 也是一门学问 有时候坐下 都有一个学问 我们有时 在台上讲道 一面讲到 一面会注意 有关这方面 例如说夫妻吵架 他坐下的位置 跟他们对看的眼神 都看得出来的 比如说 夫妻亚家 他们坐下的眼神 位置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那个骗不了的 他还在生气 他还在生气 他看得出来 尤其是青年和学生的灵魂 很容易看出来 尤其青年和学生的灵魂 会更加容易看到 那我们在这里看见 这位太太 这位太太 他说 那个以丽莎先知 是圣洁的神人 他说这个以丽莎先知 是圣洁的神人 这个以丽莎不简单 这个以丽莎不简单 他自然要求很高 他自然要求很高 跟人讲话 异性之间 也是用一种尊重的态度 他和人讲话之间 都有一种很尊重的态度 不敢乱看 他都不敢乱看 同志教人也是一样 非礼物事 不对的你就不要看 不对的 不正的你就不要看 不正的就不要看 自我要求的这种 内涵的修养 也表达了一个圣洁的动作 也都表达了圣洁的动作 所以神特别跟这样的人同工 圣洁很重要 我们不来聚会 可能会有很多的理由 但是当我们在讲这些理由 让自己不来聚会的时候 你的心就已经不胜结 你有任何什么事 你先做到来聚会 再来谈 你可能讲得很有力量 你先来聚会 先来讲 你就可以很有力量 不然你在欺骗 你的心在不胜结 所以在圣洁上要行义的生活 真的自我要求 在圣洁上要做一个行义的生活 真的要有自我要求 有的人很敏感 有的人很敏感 我们传到去访问 他最近没有来教会 他最近没有来教会 其实我们不要问你 为什么不来教会 其实我们不需要问你 为什么不来教会 一坐下来什么话都不用讲 一坐下就什么都不用讲 我的习惯一坐下来 就先听人家讲 我就习惯坐下听人家讲 我就开始讲 哎呀我为什么没有来 他讲10分钟20分钟半小时 其实人很敏感 其实人很敏感 但是你在讲的时候 就是你讲的时候 真的是这样吗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有任何理由 可以不清净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理由 可以令你不亲近 你用理由堂塞的时候 你其实就不胜结 你用理由堂塞的时候 就是你不胜结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 这个耶伯记三十一章 我们看约八记三十一章 耶伯记三十一章 约八记三十一章 三十一章的第一节 三十一章第一节 耶伯记三十一章第一节 耶伯他自我要求 多么的严谨 他有财富的时候 他也没有淫乱 或者到处找漂亮的人 一直睡 他陷入贫穷灾难的时候 他更是没有这样做 就在他最无助的时候 他还是做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 我自己的眼睛立约 怎么可以暗恋处女呢 怎么可以暗恋处女呢 这个很多时候 是男人的通病 这个很多时候 是男人的通病 我们台湾有很多 去大陆做生意 台湾有很多大陆 做生意 或者上班 那个二奶 三奶 四奶 五奶 都跑出来 那个二三四五拉 就出来了 因为一到这里 他的孩子在台湾 因为到这里之后 看孩子都在台湾 这个消费也低 那个消费也低 这个去应酬 旁边都是 个个都是年轻 还没有结婚的小姐 给酒 应酬的时候 我旁边都是 没结婚年轻的小姐 一杯走 就往那个女人堆里面去了 自然就去那个女人堆里面 所以中国话也不错了 说中国话也不错 这个女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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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 总是在哪里 知道吗 英雄的坟墓 英雄的坟墓 很多的英雄 都是在那个坟墓里面 英雄都是在那个坟墓里面 就是女人里面 就是女人里面 所以 女人是英雄 总 所以 女人是英雄 所以 一不留意 所以 一不留意 就很容易陷入这种情节 就很容易陷入这种情节 外遇 外遇 包奶奶 包儿奶 很麻烦 就很麻烦 所以 现在台湾的太太很聪明 所以现在台湾的太太很聪明 让先生 结责 不然就是你去大陆工作可以 我们把财产先全部 到律师那边写好 不要在那边乱生孩子 他有分分 台湾的财产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就是没有跟眼睛立约 就是没有跟眼睛立约 暗恋处理 暗恋处理 这种是非常不圣洁的事情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家庭生活 也要注意这一点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家庭生活 也要注意这一点 你不能骂太太 笨蛋 很丑 你不能骂太太 很蠢 然后总是说别人的太太 然后总是责人的太太 别人的太太好不好 不知道 别人的太太好不好 不知道 这种说法 也不要这样讲 至少你在讲话上面 就已经不圣洁了 因为你在讲话上面 已经不圣洁了 我们来看看圣经的 在圣洁上面的一种要求 我们来看看圣经的 对圣洁上面的一个要求 我们请看 《铁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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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四章三章 《铁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 神的旨意就是讲着神的话 也就是说 神圣经的话 其中也要求我们 要成为圣洁 远辟隐形 我们再来看第七章 我们看第七章 这里说 神呼召我们 本不是要我们 沾染污秽 他不是要我们 更进黑暗的 情义罪悪里面 他不是要我们 去入黑暗的罪欲 来自要我们成为圣洁 他要我们成为圣洁 所以行义的生活 要在圣洁上面下功夫 要在圣洁上面下功夫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行为 一定要圣洁 光这一点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只有一点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那我们至少还会想别人的感受 但是重点是你跟神的关系 你没有在圣洁上面有行义的生活 你很难面对神的审判 你很难面对神的审判 你很难面对今生的一切 所以我们要在圣洁上面 所以我们再回过来看第三点 所以我们再回来看第三点 请看以色结书十八章 第六节 第六节 最后一句话 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 精进她 这是讲夫妻的婚姻生活 这里是在婚姻上 在这位记者很强调 当妇人每个月有月经的时候 当妇人每个月有月经的时候 是她身体最弱 也是最容易感染疾病的时候 所以为了保障妇人的健康安全 所以为了保障妇人的健康和安全 而且特别定定条约 做丈夫的 不能在太太的经期来到的时候 这个有肉体关系 就是做丈夫的 不可以太太经期来到的时候 对彼此都不好 对彼此都不好 不清洁 这一点要留意 所以这一点要留意 所以连夫妻的生活都特别拿来胆 所以连夫妻的生活都特别拿来说 连在这个夫妻的服侍生活里面 都要注意这个圣洁 连夫妻服侍这个生活都要注意这个圣洁 所以这里讲在婚姻上面 所有行义的生活 在婚姻上面都有行义的生活 不单单是没有结婚的被规换在里面 连结婚的人在婚姻上 也是要过一个行义的生活 连结婚的人在生活上面都有规范 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第七章的第四节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四节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四节 妻子没有权并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 丈夫又没有权并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这里就讲了主要的夫妻生活的性关系 这里讲主要是夫妻生活的性关系 夫妻一旦结婚 夫妻一旦结婚 彼此就是对方的 在神面前是一体 但是要留意 对方不愿意 对方不舒服 感觉不好 甚至惊奇的时候 你不能用强硬的 这是错 所以在希伯来书的十三章第四节里面 那里说人人都当尊重婚姻 不可污秽床铺 所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床不可污秽 因为苟和行营的人神要审判 所以我们看到对以色列百姓来讲 连婚姻的生活 夫妻也要行业 连婚姻的生活都要行义 不能用暴力 不能用强制 不能用强制 尊重婚 要尊重婚姻 对还没有结婚的 对还没有结婚的 更要尊重婚姻 更加要尊重婚姻 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你想想看 我们想想 创造宇宙万物 创造宇宙万物 最后造人类 最后造人类 然后第一个 跟家庭有关系的神就设立婚姻 这么重要的事 在创造世界之前 就家庭跟人有关系的 婚姻生活 第一个就被利了 那么多世界的事 但是在家庭里面 婚姻是第一个重要的事 所以我们不能忽略 所以我们不能忽略 在婚姻上要行义的生活 也就是婚姻上要有神同在的生活 所以在婚姻上要有神的同在 你就是尊重婚姻 你就是尊重婚姻 尊重婚姻就是尊重神 尊重婚姻就是尊重神 我们再来看第四点 我们看第四点 请看以西结书十八章 第七节 这里说未曾亏负人 也就是没有欺负别人 没有占别人的便利 别人生活的工具 我没有抢夺过了 有时候这个生意如战场 同行之间我害你我就赚钱 我把你对家打掉我就赚 你把人家生活的方法 重要的工具打败 如果是他自己因为技术各方面不够 他自己没有办法生存 那是他的事 那是因为你设下寂寞 害别人不能存 全家不能活 那就是你害到人家 那就是你害人家 就是你规负别人 那这里说也没有抢夺别人的物件 这里说也不要抢备别人的物件 而且还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 需要的人 你把衣服给那个没有衣服穿的人 如果把衣服分给那些没有衣服穿的人 现在大家都有衣服穿了 现在大家都有衣服穿了 不是说穿得好看不好看 穿得适不适当 穿得对不对 我看有的人夏天就穿那个大衣 我看有的人夏天穿大衣 有的人冬天就穿一件背心 有的人冬天穿背心 跟那个气候就不配合了 你参加任何场合就有不同的服装 大家都有一衣服穿 可是穿得适不适合 就是做得对不对 合不合那个场合 适不适合那个场合 第七节整个说起来 其实强调要在爱心上面行义的生活 就是强调爱心上面行义的生活很重要 爱心上面行义的生活很重要 这个真的是我们一辈子的生活 这个是我们一辈子的生活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么重要 其实我们就提出一个看法 我们提出一个看法 请看罗马书十三章 王马书十三章 十三章第八节 王马书十三章第八节 凡事都不可欺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欺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在这里讲 爱可以完全了神的律法 爱可以完全了神的律法 你完成了你就可以得救 你完全了就可以得救 所以在爱心上面我们的付出 可以做到神的话的见证 可以做到神的话的见证 有时候虽然有一些外面的人 但是也会被他们的爱心感动 有时候有些外面的人 都会被爱心行为感动 我的电脑里面 有人传给我一个信息 我的电脑有人传给我一个信息 里头有一个天生下来 就是没有手 有一个天生下来没有手的 那下半身也没有 下半身都没有 只有那个到臀部 臀部也很小 就去到臀部 然后马上就有一个很小的脚掌 而且是一个很小的脚掌 其他都没有 他的见证 他的见证 他刚生出来 他刚刚生出来 父母亲没有办法接受 父母亲没有办法接受 他是最大的 他是最大的 他长得很小 长得很小 没有手臂 没有手臂 下半身没有 下半身没有 那个父母亲不敢承认 这个自己生的孩子 那个父母亲不敢承认 这个是自己生的孩子 把他放在医院半年 六个月 把他放在医院半年 最后 父母亲才决定 要把他拿来收养 最后父母亲才决定 自己拿来收养 他们一直想 是不是有罪 为什么生到这种孩子 为什么生到这种孩子 他摆在那边 想叫医院去处理 不要了 这个孩子 天生下来就这样 后来父母亲感动 后来父母亲感动 后来来到会谈 然后祷告神 你的旨意是什么 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孩子 好没有面子 在社会上 自己的朋友中间 交代不过去 在社会上的朋友之间 都交代不了过去了 后来他们不管这些 后来他们不管这些 神的爱感动 神的爱感动 好歹也是神赐给我们 好歹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他们后来夫妻祷告 后来他们夫妻不告 感动到后来 神借着这个 来让我们实行爱心 看了我们怎么敬拜 不是我们真意是教会的信 却能做到这样 他可以做到这样 就去医院领回 无怨无悔的照顾 但是这个孩子慢慢长大 他也是很 很懊恼 为什么生我的弟弟妹妹很健康 生我这样 我到学校人家笑我 他也想自杀 为什么神这么不公平 他的父母亲经历过这样 他父母亲经历过这样 告诉他 你要跟神说话 你要跟神去教我 后来也懂得 十几岁的时候 他也祷告神 他也祷告神 原来神要让我 有这样的经历 好让我见证神的荣美 在我身上 所以他开始努力读书 所以他开始努力读书 最后有拿到两个学士学位 一个是会计方面 一个是财经方面 两个学士学位 两个学士的学位 毕业 他就开始为主做见证 他就开始为主做见证 他所到的地方 他就讲 神让我这样的身材 来到这世界 神让我这个身材 来到这个世界 我都还有一种盼望来依靠神 我都有一种盼望来依靠神 你们手脚很好 还有什么难过的 看到我就看到神的爱 看到我就看到神 妈妈的爱心 灌注在他身上 他的爱心 灌注在15个国家的 需要的人身上 这个比传道人做得还要更好 但我们现在 太多的不满 太多的不满 手脚都很好 太健康了 健康到头脑复杂 嘴巴乱讲话 没有爱心 太多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很感动 不是我们教会的人 天生下来 我在想 如果是我 我能承担吗 如果是我的孩子 我能面对吗 如果是我的孩子 我能面对吗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拼着爱心 在爱心上面 行义的生活 在爱心上面行义的生活 我们现在只不过是 你曾经骂过为止 我讨厌你 我们这样就已经 没有办法在爱心上去 不是 我们也常常 故意的要想去 害别人 讲一些话 从今以后 我不跟你在一起 所以看到这个证证 爱心 爱心 真的是要付出的 爱心真的要付出的 那我们有圣灵 我们有圣经真理 我们应该给别人做得更好 我们应该给别人做得更加好 我们自己扪心自问 我们要在爱心上面 过一个行义的生活 我们再来看第五点 我们再来看第五点 请看 以诗结书 十八章 以诗结书的十八章 以诗结书十八章 第八节 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 也未曾向借良的弟兄多耀 缩手不作罪业 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 在这里讲 在这里说 没有 没有 去 赞人家便宜 然后夺取利益 这里没有说 接民的便宜 而且夺取利益 也没有多要 而且也没有多要 需要的 帮补我们就感谢 需要帮补我们的感谢 我们有一些人 真的 很不好 我们有些人真的不是那么好 我听一个传道 我听一个传道 告诉我 他刚刚考上驾车 然后要买车 然后买车 有人说有信徒开一个车行 有人说有信徒开一个车行 他就去买 他就去买 哇 那个信徒怎么说 那个信徒怎么说 感谢主 你来到我这边就对了 来到我这边就对了 我对传道有特别优待 我对传道有特别优待 特别怎样怎样 那传道就很放心 他也不懂车 船都放心了 他都不懂 找那个信徒开的 他就找个信徒开的 他说 我卖别人是这个价钱 我卖给人家这个价钱 我卖给你是这样 我卖给你是这样 哇 所以传道很感动 哇 谢谢你 谢谢 愿神祝福你 愿神祝福你 结果真的 他把它开回去了 结果真的将它开回去了 开到回家了一个小时 开到回家了一个小时 快五个小时 在路上抛马好几次 因为在路上抛马好几次 他买那个中古的 他就买中古的 哇 突然熄火好几次 突然熄火了几次 隔天就拿到他们家 后近的修车厂看一下 他就今天就拿去 家附近修车厂看一下 哇 那个修车厂老板跟他很熟 那个修车厂的老板跟他很熟 他说 某某先生啊 某某先生 这个车已经可以丢到垃圾厂里面了 这个车可以挡到垃圾厂了 根本不能再卖 根本不能再卖 这个船头吓了一跳 那个船头吓了一跳 那个弟兄讲得很好 那个大兄讲得很好 这个好得不得了 这个好得不得了 然后那个船头他就问那个老板 如果以你看这个车应该多少钱 传道就问 那这个应该多少钱呢 这个 几千块新台币大概也很勉强 几千块新台币也很勉强 但是他跟那个船头要那个钱是几十倍 但是他要议同传道 要那个价是几十倍 如果二十倍的话 如果二十倍的话 如果六千块二十倍的话多少 六千块二十倍的话多少 六千块二十倍的话 十二万 十二万了 传道很难过 所以传道很难过 他就掉了几点眼泪 他就掉了几点眼泪 他就说好了 这个车就卖给你们了 至少那个引擎可以卖嘛 他就说 至少那车卖给你们了 他买了两天 传道就向神祷告 为什么有这样的弟兄 传道就跟神祷告 为什么有这样的弟兄呢 乱讲话 如果你说这个车就六千块 传道决定要买它 没有被骗 传道说他定要买都没有被人家 为什么这样欺骗 但为什么要这样欺骗呢 所以看到这个弟兄在行事上面 没有行义的生活 所以见到这个弟兄在行事上面 没有一个行义的生活 传道说 算了 他可能经济需要吧 传道说 算了 可能他经济需要 这样欺骗 算了 没有多久 这个信徒倒闭 没有多久 传道没有祷告 要让他倒闭 没有 就说算了 他可能需要钱 后来那个弟兄真的过得很落魄 后来那个弟兄过得很落魄 碰到那个传道就说 对不起 传道说 对不起 没有关系 传道说 不要紧 你可能需要 所以没有关系 我也没有找你 你可能需要 所以都没有找你 真的 不要这样子来磨砺 所以不要这样来磨砺 行事上要过一个行义的生活 所以行事上要过一个行义的生活 他就是教导我们在行事上面 任何的做事上面 要过一个行义的生活 所以第八节 在做一行事上 要过一个行义的生活 这个神都在看 不要这样欺负人 不要这样欺负人 这个很不好 这个好不好 你在做圣工是对神 你帮助人也是对神 虽然我帮助他 但是我面对的是神 你不要在那边从中 还要抽取利益 有很多人不小心 就为了一点钱 就在那边炒来炒去炒 一辈子都没有定 有多人就为了那些钱 在中间炒来炒去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既然帮他 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你既然帮他 怎么做 何必为了在乎那小钱 从中谋利 一辈子就有各大 神都看到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 希伯来书十三章 希伯来书十三章 请看第五节 第六节 看第五第六节 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第六节 你们全身不可贪爱钱财 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 因为主曾说 我仲不撇下你 也不吊弃你 六节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 不必具怕 我必不具怕 人能把我怎样呢 在这里我们看见了 行事上要有一个行义的生活 行事上有一个行义的生活 你不要贪 你一贪 神都知道 你在人面前站不住脚 我们在乎的是 神不要撇下我们 神要帮助我们 神要帮助我们 在行事上面 真的要过一个 政治合理的这种生活 所以行事上有一个 正直合理的生活 不要贪 也不要骗 也不要骗 你得那一点点利益 有什么用 你得那些利益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们真的 做政治合理的事 人能把我们怎样 人不能把我们怎样 人不能把我们怎样 因为我们的灵魂 因为我们的得救 我们的行为 神都知道 你站得住脚 你站得住脚 你在行事上面 要过心意的生活 所以在行事上面 要过一个行义的生活 不要乱来 不要乱来 你乱做 不要乱做 神都知道 神都知道 我们最后来看 以细节书第18章 以细节书第18章 18章的 请看这个第9节 18章第9节 刚才我们读过 这里说 刚才我们读过 刚才我们读过了 这里说 遵循我的利利 遵循我的读礼 请守我的点章 按诚实行事 这人是公义的 这个人是公义的 这里强调 任何说法 做法 要按照神的律例 点章 也就是说 劝美我们在真理上面 要行义的生活 在提摩太前书 3章15节里面 那里保罗教导 提摩太降手 在用身神的家 要怎么做 在永生神的家 要怎么做 很清楚 在用身神的家 是用神的真理 做注实的 不管你要在神的家里面 怎么活 真理是摆在前面 是摆在中心的 是摆在我们的身心里面 是神用真理来 做事情为原则的 是我们在神的家 所以我们在神的家 我们在世界各个角落 我们在世上有没有角落 一定要在真理上面 行义的生活 这是千真万倔的 一个黄金的定律 这个是千真万角黄金定律 你不能用你的感觉来生活 你不要用你的感觉来生活 感觉有时候害死人 感觉有时候害死人 你要用真理来生活 你要用真理来生活 有时候我们会污秽人 感觉这个人给我印象不好 觉得这个人给我们印象不好 有时候他是非常好的 做人很正 但是我们凭着经验感觉 会污秽人 但是我们凭着经验感觉 可能会污秽人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用真理去生活 来去评判 所以我们用真理来生活来评判 我们看那个九节 我们看九节 公义的最后一句话 公义的人必定存活 这个不是讲述再次想命很久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他在神面前能够存活 能够得救的意思 我们提出了行义的生活里面 在六点的事情上面要这样做 才能够表现出你是一个公义的人 在宗教信仰上 在圣洁上 在婚姻上 在爱心上面 在行事上面 在真理上面 我们最后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 彼得后书第三章 请看十节到十三节 十节到十三节 十度十三节 但主的日子要像策来到一样 那日天必有大声响 肯定是要被火焰烧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烧化 你无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虔 切切养梦神的日子来到 在那日天被火烧就烧化了 有形则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身地 这里告诉我们 就把世界的结局讲得很清楚了 在主的审判的末后的日子里面 什么全部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自己也没有了 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 你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 只有一件事还在 十三节 有意寄居在其中 行义的人 有公义的人 有公义的人 有神真理的人 他必住在神的国里面 他必住在神的国里面 神必纪念祝福他 再来看十四节 这里最后就劝勉我们 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 就当勤劳 使自己没有玷污 无可指责 安然建主 所以行义的生活 最后在神面前说 安然建主 不在乎活得多久 不在乎活得多久 在乎因为 是有行义的生活 而 住在神的国中 就是在乎有行义的生活 住在神的国里面 最后安然建主 最后安然建主 这是我们的大目标 这个是我们的大目标 我们任何的动作 世界的事 不要影响这大目标 他们任何的动作 都不会被这个世界 影响这个大目标 唱尸225首